第一個原因就是香港人對於歌詞比較著重 他們會比較容易傾向聽誰作詞 或者聽歌詞本身的內容 而我們producer artist以音樂出發為主的話 如果我們單純用音樂風格 用音樂的編排去包裝或者去銷售的話 我覺得這件事就會比較慢和不明顯 第二就是香港對於歌手文化偶像文化比較 觀念比較重 例如現在《造星》也是 《造星》是講跳舞幕前唱歌 而我們producer artist是一個很新的genre 要將幕後製作的音樂人都要推上幕前 這件事現在沒有什麼媒體或者沒有什麼program做 例如我見到跟我一起做一個角色的人 可能JNY是比較做得比較好的 我們就靠自己不停去開一個新的路 讓我們去自己擴闊這個unit 這個種類的人 香港人要可能再擺多點時間 擺多點心機去真的focus在音樂上 這個也是一個比較長遠 比較深的一個文化概念 緣分制定緣勤結果逐變成原因 千絲萬流人與人力苟了又載到離身 斷層本身的概念就是它會引起地震 地震就是來自於板塊與板塊之間斷開的地方 然後它們會移動的 有些會平衡摩擦 有些會分開 有些會撞在一起 撞在一起最厲害的例子就是喜瑪拉雅山 因為撞在一起 撞起了 每年都還在升 這個概念就是人與人之間都像板塊一樣 會因為地球的轉動而會移動 有些人會向左走向右走 會分開 但去到某個位置地球都是圓的 最後它們都會在某些位置碰撞 除了說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的得失 分手離開或變成朋友或在一起 甚至乎移民在不同地方住的人 這些離開好像很大件事 其實在生命中我們會出現很多這樣的場景 所以我們應該對仇恨或愛恨 可能放低一點會舒服一點 這個概念就是我們每天都會遇到 這個世界沒有永恆的敵人 這個概念 在找Luna唱這首歌的時候 因為這首歌是有rap的成分 有大概半分鐘至一分鐘的rap 香港是很難找到由唱又rap的人 因為唱的部分都不容易唱的這首歌 我就問Luna 我聽到你的新碟有唱歌 不如你也嘗試來唱這裏 有一個rap部分一定能解決 試試玩一下唱歌 他就促成了這個合作 但到最近她有一首新歌 叫做《君莫文》 她在奧德爾歌詞裡 她就有說 香港其實有個超級火山 她就會在鑼泉灣 鑼泉灣 我就跟Luna說 喂 我們手段陳就是在說火山地殼 你又說 我覺得很棒 Synchronize 這個又是一個緣分 的 快速寸步勤 到此 被指甲心了解 一共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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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右外族寸步勤 入塔塔西道海崩滑 想獲取更多樂壇資訊 大家快點訂閱、追蹤、追蹤 和讚好我們谷歌Live各大平台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